吴盛文 我我我 贤哥这儿 吴忠林 来了来了 贤哥这儿 赵洪武 小五 这儿 这儿 贤哥这儿 谢谢啊 钱呢 今天忘带了 先欠着 别儿 别儿给你筹嘛 那我可要算利息的 明天给 可就不是十八了 是二十个通钱了 行 二十就二十 明天给你啊 孙德行 来 先生来了 先生来了 先生 他现在怎么那么早呀 贴着 先生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啊 还没吃早点吧 我给你去泡杯茶 站住 坐 站直了 肉贼疼 站直了 把你的手拿开 把你的手放下来 帮人做作业 还收钱 邵同家 周庸通我给您带个信 让您赶紧去救救他 我在东院教书 也有十多年了 还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胆大妄为的丫头啊 如若再不将她撵走 恐怕咱们东院的学风 都将被她败坏殆尽呢 先别念 来 爹 她一个女子 无亲无故地撵出去 就死路一条 死不了 这个臭丫头 会挣钱得很累 这才有几日呀 她都赚了好几百文钱了 你不看看吗 看看 这些都是她代笔的 全是 我已经查问过了 十二个学徒里 竟然有十个都向她买过作业 有的作业是她口述 有的她直接代笔 这价格定得还不一样 有的包月 有的五天一包 还有零售的呢 臭丫头 我不冤枉一包 爹 你看这丫头 就旁听了几天 虽然 错别是不少 但利润还挺新的 而且 算账一丝不错 看来悟性挺高 学过啊 她还会灵活定价 很有生意天赋 爹 从这些铜钱来看 她是个赚钱的能手 你想说什么 我们吴家东宴开学徒房 这是为了选拔人才 那现成有一个人才 何鬼要撵出去呢 爹 干脆 就别让她当丫头了 就正式当学徒吧 女人怎么能学生意呢 老爷 老阳 什么事 老爷 那张军需膏药订单 今天是报价的最后一天 沈四海回话了吗 是 他们还是坚持原来的报价 那我们的报价 能再降吗 降不了 那膏药配料中 有一位血节太贵 嫌血节贵 你可以用杜鹏花的叶子代替呀 我爹以前被人砍了一刀 买不起血节 我就用杜鹏花的叶子 敷在她的伤口上 那效果一点都不比血节差 还不用花钱 对对对呀 我以前听过这个偏方 如果这可行的话 那我们的价格 可以比沈家再低一场 而且啊 还有利润 但是订单指明 要用血节来配制膏药 这治疹药膏黑乎乎的一坨 谁知道里面什么是什么呀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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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样 那就按照去年的价格报吧 那这张订单可就丢了 丢了就丢呗 也不能造假呀 周洋 你可要好好想一想 老爷跟你说的 到底是滚出去 还是撵出去 这两者的区别很大呢 管他呢 反正没正式帮我撵走之前 我就先混着吧 老爷 邵东家 老爷 邵东家 走 赵燕 过来 老爷 跪下 周洋 我卫文有一个外号 叫三印商人 你知道是哪三印吗 不知道 人印 货印 皮屑印 你知道我吴家东燕发家 靠的是什么吗 买货 卖货 做生意 你错 我们吴家东燕发家 靠的是两个字 一个是成 一个是信 成 那就是祸身价实 信 就是信誉卓著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用杜鹃花叶子 可以代替血节 虽然药性不减 但那也是弄虚作假 那是我吴卫文生平 最痛恨的事 凡进我吴家东燕的 无论是管家掌柜 还是丫头小私 都得遵守我吴家东燕的规矩 那就是不哄不骗 不欺不善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磕头 不是跟我磕 周音 画给关二爷磕三个头 为什么 爹一定是看你见势不凡 脑袋灵光 所以决定 让你当学徒学生意 可老爷 刚刚才把我臭骂一顿 她是因为看好你 怕你以后走上邪路 所以才有刚才那顿教训 真的 希望啊 以后无论你去哪里 都警戒我们情商 成 性 这两个字 成 性 我记住了 关老爷 保佑我 请